部長我想你也知道 對於這個行人地獄啊 本席長期以來都一直非常關心 這個惡名何時可以移除 最近台中又發生了一個這個 東海大學的女同學 這麼青春年華的歲月 走在斑馬線上面 竟然被公車碾斃 台中市是傷亡最嚴重的啦 優先改善的路口 台中市政府落後那麼多 以10萬人死傷人數來統計台中市啊 難看的數字 今年5月的質詢的時候我就講了 當時的李部長跟交通部的同仁告訴本席 說會督促台中市政府 請台中市政府提出檢討報告 來讓我們看一下檢討報告是什麼 檢討報告叫用路人普遍不守法 再來人口數持續成長 機動車輛持續增加 我們這個市政府啊 在是放牛班的市政府啦 不受教嘛 一方面啦 我們會主動協助台中市政府在交通 安全上面的改善的部分 那二方面在這個網路上 我們會公布這個數字 讓縣市政府有壓力 行政院也有一個道安工作匯報 那我們會請他們來做專案報告 那昨天確實台中市政府 已經來行政院做過專案報告了 管考的部分我們會繼續嚴格來督促 我們會進行政院做過 我們會進行政院做過 我們會進行政院做過